大家好,我是辛明的爸 今天带大家来看看鼎鼎大名的龟户市场 刚刚坐巴士,司机开车开的太猛了 都赶上赛车了,我有点晕车 我调整好心情 看一看龟户市场是什么样的 我也是第一次来 这个地方应该就是龟户市场 应该便宜的东西在这儿呢 我去看一看是多便宜 感觉也没有特别便宜 这蔬菜没觉得有特别便宜 继续往前走,看看还有啥 这不是个中华物产店吗 哦,这又有一个 哦,这个是论香卖的 哦,这个真的是便宜哦 感觉 诶 这个芒果一箱才 1382日元 哇,这都是论香卖的一箱一箱 哇,这都是论香卖的一箱一箱 也有好多中华的料理啊 看一下这些都是好像中国 那这些包子啊 油条啊之类的 哦,这有月饼啊 里边还有熟食啊好像 感觉就是一条普通的商店街 也不知道为什么聚集了这么多便宜的 蔬菜水果 还有好多中华的物产店 料理店 还有一家中华物产 煎饼果子 煎饼果子我去 这又有一家 哇 我看还有什么东西 这条商店街上中国物产店挺多的 我可以看到这是第四家还是第五家 不过感觉马上就要到头了应该 还有一家中国料理店 旭香院 香巴老熟食 好像是到头了 这个刀削面好大一碗 点赞叫关注日本不迷路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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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